我和女朋友 穿到别的世界做任务 可她对虐文男主一见钟情 执意要留在这个世界 我只能偷偷打晕她 强行带她回家 新婚当夜 她故意在酒里加了安眠药 我在浴室中溺斃而亡 再次睁眼 我果断放手 让女朋友自生自灭 没过多久 虐文男主给她下药 将她扔进了男人堆里 而我只是冷眼看着 直到她精神崩溃 死在了这个世界 我和女朋友柳如烟是青梅竹马 她自小酷爱玛丽苏妍青小说 出车祸后 我们穿越到了一本 深情虐恋的虐文中 成功救助女主后 才能回到原来的世界中 她看到阴影角落中 蜷缩的虐文男主后 顿时心疼坏了 都说女主可怜 可男主就也是被逼的 谁让女主不听话 还总是践踏男主的爱 吉伯答 她太惨了 我们帮帮她吧 我皱了皱眉 试图纠正柳如烟三观不正的想法 伊藤诚是私生子 被虐待长大 是很惨 可她不应该践踏法律 囚禁女主 甚至把她父母杀了 可柳如烟从小被宠大 娇蛮任性惯了 撒起泼来 根本不听我的劝阻 再加上己伯答 我现在是柳家的千金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轮不到你来指挥我 我和柳如烟来到这个世界后 随即安排了身份背景 她是富家千金 而我是申请助学贷款的贫困大学生 烟烟 别忘了我们要回家 我苦笑着 哄劝着 试图 让对方能听懂我说的话 可她最终还是把伊藤诚带回了家 我们救了她 一定感动坏了 以后工程明就会报答我们的 柳如烟还把这个世界当成游戏 可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 我也是男人 我知道男人的劣根性 这种绝境下坎坷长大的人 心理防线极高 而且牙子必爆 你见过她最凄惨的样子 她只会暂时隐远下来 必要时 狠狠在背后捅你刀 感动 伊藤诚有这种东西吗 她只会利用身边一切的人和物 不惜一切代价 达成自己的目的 我把自己的分析 说给柳如烟听 可她却觉得我太敏感 柳如烟指着楼下的伊藤诚 笑嘻嘻道 你说她是不是爱上我了 伊藤诚站在雨幕中 整个人被瓢泼大雨打得湿透 却依旧倔强地捧着手里的花 我心里一紧 烟烟 柳如烟被我逗得哈哈大笑 哎呀 吃醋了 我最爱的是你啊 她嘴上是这么说 可她眼神却一直看着雨中的人 我恋慕着柳如烟 所以我知道 爱一个人的样子 我心中顿时酸涩不已 声音沙哑道 我们早晚要离开这个世界 柳如烟的脸阴沉下来 她紧紧抓着栏杆 冲我吼道 少废话 为了麻痹自己的内心 我把心思全部放在了女主身上 我想办法 让她躲过一次又一次 与伊藤诚的偶遇 她开朗善良 像一朵太阳花 没有人会讨厌她 在我的注视下 她顺利从本科顺利读博 踏上了新的人生 任务终于完成了 可柳如烟彻底坠入爱河 和这个世界的父母大吵一架 非要嫁给伊藤诚 我趁机打晕她 带她回到了原本的世界 柳如烟醒后崩溃大闹 眼眸怨毒带着愤恨 你为什么要破坏我和伊藤诚的爱情 我嫁给了她 我就是女主角 我们会幸福地在一起 我却问道 你觉得她比你父母还重要吗 自小 我父母双亡 是奶奶将我带大的 柳如烟父母也出了不少力 是我非常敬重的长辈 就算是为了他们 我也要把柳如烟带回来 柳如烟沉默着 似乎是接受了现实 起伯答 我们结婚吧 她抱着我的腰 她说她还爱我 想跟我永远在一起 我信了 然后我死了 被她溺毙在浴缸中 她小心翼翼地捧着肚子 笑得癫狂 你以为我想和你结婚吗 阿诚的孩子越来越大了 我快要瞒不住了 在我死后 她把我烧成骨灰 撒进马桶里冲了下去 我奶奶在痛苦下中风 她把任务奖励给我的资产 全部夺走 任由奶奶饿死在床上 她温柔地抚摸着运毒 露出慈母般的微笑 哪怕是隔了一个世界 我也要把阿诚的孩子好好养大 看着柳如烟的所作所为 我痛苦到灵魂都在颤抖 恨不得当场把她撕碎 我大笑着流出两行血泪 死死盯着柳如烟 恨声道 如果有来事 我一定让你不得好死 再次睁开眼后 我和柳如烟 站在肮脏阴暗的小巷中 她目露同情地看着一腾城 她太惨了 我们帮帮她吧 我笑着点了点头 我们分开行动 你来拯救虐文男主 我去拉一把女主 柳如烟却不满地嘟了嘟嘴 插着腰质问 好啊 你是看上杨仙仙的脸了吧 我赶紧给她顺毛 讨好道 哪能啊 咱们从小一起长大 你还不了解我吗 柳如烟随意敷衍着我 眼睛时不时撇向一腾城 含糊道 那行吧 男主我就带走了 在我们交流时 我看到一腾城手指微微抽动 锐利森冷的眼眸扫向我们 这狗东西 还挺会装 我眼瞧着柳如烟把人带走后 心里不由地吃笑一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对还真是绝配 一个狠 一个独 既然她这么爱一腾城 那就祝福他们 永永远远纠缠在一起 隔天早晨 我看到一辆低调的豪车 缓缓停在学校门口 四季恭敬地打开后车门 柳如烟穿着一身名牌从车上下来 学生们纷纷震惊不已 他们震惊的 不是柳如烟的张扬 而是从她车上下来的一腾城 卧槽啊 一家的私生子怎么在这里 她终于忍不住 还是准备找千金小姐入坠了吗 靠脸吃饭 不就是小白脸吗 一腾城浑身紧绷 脸色越来越难看 她额角青筋爆出 愤恨地盯着柳如烟 柳如烟猛地转过头 一腾城立马换了一张脸 她露出一副温柔内脸的模样 摸了摸她的头 怎么了 柳如烟一脸娇羞 红着脸哼哼唧唧 我有男朋友了 你不许这么做 一腾城冷冷看了我一眼 她配吗 你是大家族的千金 她有什么资格得到你 我呵呵一笑 反驳道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一个靠女人吃饭的小白脸 一腾城脸色铁青 眼底泛着临人的寒意 恨不得活寡了我 几博答 你怎么能这么说她 柳如烟怒道 我却淡淡一笑 解释道 我是为你生气啊 我好歹是你男朋友 她不尊重我 就是不尊重你的眼光 她吃穿住 都是你在掏钱 还是这副掉样 谁知道她是不是个 吃里扒外的东西 听完我的话后 柳如烟眼神带着复杂 她上下 扫了一腾城一眼 顿时有些嫌弃 一腾城 既然你跟了我 那就要乖乖听话 我好奇到 你想让她怎么听话 她是一家气子 你顶着风险养她 她不得给你磕个响头 一腾城身体一僵 低脸着眉目 让人看不清她的表情 随后 在周围人惊呼的目光下 她缓缓跪斗 额头紧紧贴在地面 大小剑 是我的错 请您原谅 柳如烟也愣了一瞬 眼里顿时兴奋起来 绕着一腾城走了几圈 然后一脚踩在她肩膀上 以后你就是我的东西 明白吗 柳如烟一副傲慢的样子 她似乎已经忘了 自己根本不是什么千金小姐 而是从意识而来的旅客 她这样的行为 彻底断绝了一腾城最后一丝感激 柳如烟带给她的 只有仇恨和羞辱 这一幕将会伴随一腾城整个人生 隐忍折服 最后功成名就的一腾城 会给她的恩人 我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杨仙仙身上 这本虐文书 与其说是书 不如说是一个简要大纲 上面只记载了几个大事件 和细碎的小事件 只要彻底阻断杨仙仙和一腾城的可能性 我就能顺利返回原来的世界 正在回忆剧情大纲时 我下意识喊出了她的名字 你喜欢杨仙仙 她家都破产了 你还是换个目标吧 同情的是有好心劝我 我无奈道 我没有喜欢她 对对对 你没有喜欢她 在我恼羞成怒之前 她指着手机 喊道 她在食堂被人欺负了 你快去英雄救美吧 什么 我踏着脱鞋狂奔出寝室 模糊听到了是有嘲笑的声音 这就是她说的不喜欢 口闲体正直 刚冲进食堂 发现一堆人围在一起 人群中发出激烈的争吵 这个贱人 偷我东西 杨仙仙 我们可怜你家破产 但你也没必要偷别人东西吧 杨仙仙身上被汤水打湿 她眼里蓄着泪 整个人狼狈地站在原地 她摇着头 苍白地辩驳着 同学 我真的没有偷 某个女生突然抢走她的包 将里面的所有东西倒在地上 包括里面的卫生用品 众人顿时发出哄笑的声音 女生将卫生巾踩在脚底下 狠狠撵了撵 嬉笑道 哎呀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杨仙仙浑身颤抖 眼神绝望而无助 她小声喃喃道 还给我 女生露出一个夸张的表情 什么 你说让我把包还给你 声音高点 你他妈没吃饭啊 他突然怒喝一声 我一巴掌扇肿了女生的脸 你有病吧 他亮翔着跌坐在地上 不可思议地瞪着我 你敢打我 经历柳如烟被判后惨死 我本身就心里憋着一口气 现在倒是给了我一个发泄口 我嘴里的脏话 噼里啪啦对象女生 老子 打的就是你 没教养的东西 我要是你爹 一出声就把你给溺死在马桶里 女生愣了愣 突然就委屈地哭了起来 你神经病啊 我要举报你 我冷笑着拿出手机 把刚刚他欺负杨仙仙的视频打开 那就互相伤害呗 把你霸凌学生的视频发到网上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谁占领 女生脸色微变 低声骂了一句 灰溜溜地带着其他人离开了 众人面面相去 都互相结伴走人了 人群彻底散开后 杨仙仙小跑过来 连连向我道谢 他眼睛红红的像只兔子 怯声声道 学长 我请你吃顿饭吧 我直接拒绝了 嘱咐道 你最近穿严十点 欲发难了 父亲哥哥每天疲于奔命 想方设法供养一家人 母亲则生了重病 每个月的花销 几乎要将全家压垮 杨仙仙不得不勤工俭学 每天在各个地方打工 以至于我根本抓不准 他的具体位置 我叹了口气 无奈道 把你通讯账号发我一份 遇到什么事 你摇人就行了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一个熟悉的嗓音突然传来 伴随着满腔怒火 一腾成大不留心地朝我们走来 猛地拽住了杨仙仙的胳膊 你居然趁我不在 勾引别的男人 谁给你的胆量 杨仙仙吃痛地撕了一声 挣扎道 你放开我 我疑惑道 你来这里找女人 柳如烟知道这件事吗 一腾成脸色瞬间冷下来 锐利阴寒的目光注视着我 你敢命令我 我手机页面点开了 柳如烟的通话界面 雨晗威胁道 我数三个数 三 二 一腾成立马放开了 杨仙仙的胳膊 我鼓励般地拍了拍手 真棒 真听话 他胸口剧烈地起伏 眼底心红而愤恨 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几博答 你 很好 一腾成甩下这句狠话后 气急败坏地离开了 杨仙仙看他走远后 身体放松下来 他抬头看向我 勉强勾出一抹笑 眼睛里的皮态掩藏不住 几学长 真的很谢谢你 我用手拍了拍他的头顶 他的口气 不想笑 可以不用勉强自己笑 杨仙仙猛地捂住嘴 发出哽咽的声音 他虽然极力忍着不哭 眼泪却控制不住地往下掉 杨仙仙背过身子 用手不停擦着泪 对不起 第一次有人这么和我说 我摸了摸全身上下的兜 一张纸巾都没翻出来 最终脱下外套 把他遮到了杨仙仙的头顶上 杨仙仙被从天而降的外套吓了一跳 我的外套有些大 竟然将他的大腿都包裹在其中 他紧紧抓着边缘 露出一双水润的毛子 偷偷看了我一眼 这样就没人见到你哭了 我连忙解释道 而且 你现在该去换一身衣服 杨仙仙恍惚一瞬 突然对我绽放出灿烂的笑 嗯 这就是女主的可怕吗 我差点被他的笑闪瞎眼 不由地后退了半步 在和杨仙仙交换通讯账号后 柳如烟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 电话已接通 对面屁头盖脸一顿骂 吉博答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听说你和杨仙仙搞在一起了 柳如烟声音太大 站在我身旁的杨仙仙都听到了 杨仙仙无措地盯着我 我连忙用食指竖在她唇半上 小声道 安静 她脸颊泛起一抹红韵 稍微晃了晃身体 柳如烟依旧在电话中不依不饶 我只能把心思全部放在她身上 是一腾成告诉你的吧 她有没有跟你说 她对杨仙仙做了什么 我跟柳如烟简短聊了几句后 准备去她那边去一趟 不然一腾成都反了天了 我还有事 你先回去吧 放下这句话 我正准备离开时 杨仙仙突然抓住了我的手指 食指不沾杨春水的小姑娘 现在手也变得这么粗糙了 我感慨万千 还是问道 还有什么事 杨仙仙却从兜里拿出一颗大白兔 放在我手心里 不开心的话 可以吃点糖 我差一点看着她 内心莫名酸楚起来 从父母离世后 我从来不敢给奶奶添麻烦 生怕她担心 不知不觉间 我已经习惯将痛苦和迷茫咽在肚子里 也习惯了自己消化苦楚 就连从小一起长大的柳如烟 也根本不了解我 这其实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女主 可杨仙仙一眼 看到了本质 让我有种被太阳温暖照耀下 无处遁形的恐慌感 我承认 我慌了 我TM被女主吓跑了 或许 我还是不要和她直接数比较好 就像前世那样 默默守护在她身边 以隐形人的身份 直到任务结束为止 柳如烟那边的问题 也很快解决了 她喜欢伊藤城 所以不能容忍伊藤城 跟任何女生有近距离接触 妍妍 你知道我接近杨仙仙 是为了什么 可伊藤城呢 她为什么要缠着她不放 当我把她纠缠女主的事情 讲了一遍后 她大听广众下 猛地甩了伊藤城一个耳光 伊藤城侧头捂着脸 脸色非常难看 阴侧侧地盯着柳如烟地上的影子 我暗自笑了笑 还甩了几句风凉话 她今天敢跟你撒谎 背着你找女人 说明她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 伊藤城作为男主 柳如烟也知道她很吸引女人 她阴沉着脸 冷冷看着伊藤城 跟我回去 伊藤城紧紧攥着拳头 一言不发地站在原地 最终 她还是跟着柳如烟走了 伊藤城作为私生子 被家族赶出了门 她不得不忍气吞声 试图得到柳如烟的好感 可她还是太自信了 以为能在女人堆里左右逢圆 可她根本不了解柳如烟的本质 所以 你把她劫砸了 得到这个消息后 我是无比震惊的 没想到 柳如烟和伊藤城关系 已经非常扭曲了 柳如烟品尝到了权力的滋味 因暗面滋生 对伊藤城 这个所谓的男主 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喜爱和重视了 她为了防止伊藤城去找女人 不光强行给她劫砸 甚至还给她打了瓷激素 柳如烟是这么跟我解释的 伊藤城拿了我的钱 还做一些让我不开心的事情 听说打瓷激素 能让男人脾气变好 你看她是不是乖顺很多了 我心里暗自发笑 这哪是乖顺 根本就是死敌了 伊藤城眉眼柔和了很多 她甚至笑盈盈地 跟我打了声招呼 以前是我太过分了 想跟你道个歉 伊藤城眼底会暗深沉 脸上却笑得愈发温柔 她不光是身体上的折磨 精神上已经崩溃了 说到底 伊藤城出现这种情况 和我总是挑拨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说她最痛恨的人是柳如烟 第二个绝对是我 我思索半想 突然想到 让伊藤城彻底翻身的一个贵人 这怎么能行 把伊藤城的所有退路都断掉 和柳如烟相爱相杀 才是最完美的 这个贵人 其实在虐文大当中并未出现 还是前世柳如烟跟我抱怨 伊藤城结识了一个人 每天早出晚归在忙工作 根本没时间陪她约会 我算了算日子 就是在这段时间发生的 伊藤城到底在哪里认识的 认识了谁 我一概不知 于是 我又找上了柳如烟 故作为难道 伊藤城和杨仙仙是男女主 我得提前知道伊藤城的行踪 免得他们老是撞在一起 她把伊藤城身上的 定位图发了我一份 再次警告道 别跟女主走太近 你知道我脾气不好 我心里一阵冷笑 这不就是既要又要吗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一女宠二夫 还真当自己是武则天了 平日里 我除了上课 每天都在观察伊藤城的行踪 她一般都会跟柳如烟在一起 二人几乎没有分开过 杨仙仙也偶尔会给我发信息 但是我都没有回复过 我早晚会离开这个世界 没必要和女主有过多的牵扯 只要注意她不出大事就行 但女主毕竟是女主 直接把我的账号当树洞了 吃什么 喝什么 遇到什么开心的事 小嘴巴巴巴的 一直给我发语音 一个礼拜后 事情有了进展 学校开始准备50周年庆典 很多毕业的前辈们 受母校邀请 专门回来参加典礼 男生都在维持秩序 学生会给我分配的地方相对偏僻 主要是为了防止 陌生人在迷路时 可以为他们指引方向 我热得差点中暑 就买了个冰高的功夫 发现一位老人捂着胸口 跌倒在了地上 他狼狈地趴在草丛上 用双臂往前攀爬 双腿却软绵无力 不远处 一个轮椅歪斜倒在地上 我揽住了老人的肩膀 欠一道 失礼了 老人嘴唇发白 脸色泛着不正常的红郁 浑身发烫 整个人的重量都压在了我身上 他颤声道 口袋里有药 我连忙从他兜里拿出药丸 他嘴里含浮后 脸上好看了很多 将他挪到轮椅上后 他喘着气 声音微弱 小伙子 谢谢你 我连忙将他推到了阴影处 用小风扇吹了吹他的额头 您中暑了 我带你去一趟医务室 老人却摆了摆手 虚弱道 小同学 可以请你给我助理打个电话吗 不久后 那个助理急匆匆地跑过来 看到老人的状态后 吓得差点绝过去 总算找到您了 听对方的意思 其实是他乱跑才造成的 我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怒道 您行动不方便 应该好好待在助理身边 如果我没有发现您 您又该怎么办 在我年幼时 一位朋友被他的父母忘在车里 活生生中暑闷死了 他是唯一一个不嫌弃我出身的人 但他就以这种可笑的理由死了 助理张目结舌地看着我 这位同学 他是 老人却哈哈大笑起来 温声道 是我的错 小同学别生气了 当怒火发泄出来后 我尴尬地站在原地 毕竟不认识 还随随便便冲人家发火 万一被举报到学校这时 一腾成突然从小路旁走了出来 他看到我和老人在一起聊天时 眼里闪过惊恶与复杂 为什么你们会认识 我们之后再见吧 小朋友 老人淡淡一笑 对一腾成的出现恍若无误 让助理将他推走了 一腾成脸色由白转青 太阳穴清金爆起 气得浑身都在颤抖 吉伯答 你就一定要坏我好事吗 我内心恍然大悟 表面却不动声色 露出一副茫然的样子 你在说什么 就一个人也算坏你好事 一腾成眯了眯眼 脸色稍稽 难怪 亮你什么都不懂 他留下一句意义不明的话 追着那个老人离开了 老人穿着朴素 但衣服都是定制的 身份肯定不简单 一腾成提前知道了他的行踪 希望能和对方有所交集 没想到被我提前截胡了 直到孝庆开始 我才发现 自己原来救了知名企业家石峰 他的企业遍布全球 是福布斯排名前20的富豪 随便从手里露点东西 都会引起商界的纷争 如果一腾成救了对方 得到了石先生的感谢 恐怕我会站在非常被动的位置 别说完成任务了 估计都自身难保 我恍惚着坐在台阶上 等回过神来时 发现自己湿答答的 出了一身冷汗 小同学 你怎么了 老人开着电动轮椅跑过来 我勉强笑了笑 看起来很拉风 他拍了拍我的肩 全球限量款 你眼光跟我一样好 我尬笑一声 实在理解不了有钱人的爱好 石先生 您在这里做什么 小同学 我们企业空出一个职位 你愿意试一试吗 如果是其他人 受到了石氏企业的邀请 再加上救了石先生一命 估计当场激动的要疯了 我直接了当地拒绝了他 石先生 我不适合 但我想为您推荐一位人才 他非常优秀 假以时日 绝对能成为石氏企业的动量 石先生语气沉下来 你想清楚了 这可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你要让给别人吗 正是因为这样 我才要把杨仙仙推荐给石氏 他家破产 需要很多钱 也需要强大的后台来庇佑 这一世 我太过于功力 急剑地想拿一腾成对付柳如烟 没想到弄巧成拙 一腾成已经彻底扭曲 他像个炸药一样 随时有可能爆发 波及到女主身上 我不能再像前世那样 保证女主绝对不会出意外 奶奶还在等着我 我不能让白发人送黑发人 石先生见我依旧坚定的样子 突然笑了笑 眼神温和而慈祥 你是个好孩子 我答应你了 话音刚落 他又道 好孩子应该得到奖励 你想要什么 这倒是意外之喜 我拿出手机 指着屏幕上的杨仙仙 他就是我要推荐的人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您能在关键时候拉他一把 是杨家的孩子 他差一道 你呢 什么都不要 我点了点头 苦笑道 其实 我提出这样的要求 已经很过分了 一个需要帮助的老人 伦谁看到 都会选择帮一把 这个人 只不过刚好是我而已 得到石先生承诺后 我立马给杨仙仙打了一通电话 却显示手机已经关机了 在问他的同学时 一个女孩子突然道 仙仙 好像和室友去酒吧玩了 杨仙仙性格软眠 一般不太会拒绝朋友的邀请 年轻人去酒吧玩 这本来没什么 因为在原剧情中 杨仙仙和伊藤城发生关系 是在半年后 而不是现在 我立马拿出伊藤城的定位器 却发现他 就在某处酒吧 我捂着额头 痛苦到咬牙 妈蛋 坏事了 这居然是剧情崩坏 而产生的蝴蝶效应 在剧情中 杨仙仙被室友 拉着去酒吧喝酒 结果他 喝了下料的酒 糊里糊涂 就和伊藤城发生了关系 伊藤城以杨仙仙的床照 拿来做威胁 逼迫他和自己 发生一次又一次的关系 直到某天 杨仙仙怀孕了 他和伊藤城的关系 再也瞒不下去 被学校通报 直接被开除了 伊藤城趁机 把杨仙仙囚禁起来 甚至不顾他怀孕 还要发泄自己的兽欲 硬生生把人给搞流产了 杨仙仙从医院逃跑后 他追 他逃 他们都插翅南非 伊藤城在大怒下 杀害了他的父母和哥哥 他让杨仙仙 一次又一次的流产 最终任命为止 最终结局是HE 什么傻逼剧情 坐着去死吧 我火速打车赶往酒吧 一把抓住服务员 让他看了眼杨仙仙的照片 见过这个女孩吗 服务员对此见怪不怪 淡定地给我指了指方向 轰到沸腾 而昏暗的酒吧中 杨仙仙和一群人坐在沙发上 而柳如嫣和伊藤城 居然也在他身边 其中有几个人 跑去舞厅中央去嗨了 只剩下这三个人留在原处 仙仙 干杯 柳如嫣举起了酒杯 杨仙仙迷迷邓邓地傻笑着 粉嫩的脸蛋上泛着红韵 他和柳如嫣碰杯后 乖巧地喝下了手中那杯酒 柳如嫣笑了 笑得心满意足 那笑容像是包裹着蜜糖的剧毒 我顿时怒火中烧 没想到这次 居然是柳如嫣对他下手了 正准备冲出去时 突然听到伊藤城开口 这么开心吗 伊藤城坐在阴影中 他眼神显得阴逸而可怖 却温柔地摸着柳如嫣的脸蛋 短短一段时间 他原本健壮的身体变得削瘦 皮肤也白皙细腻 柳如嫣笑嘻嘻地点了点头 浑身贴在了伊藤城身上 撒娇道 阿诚 你喂我吗 伊藤城却捂住了他的眼 宠溺道 你想怎么喂 用嘴 柳如嫣以为他在跟自己玩情趣 竟然真的信吗 伊藤城趁柳如嫣蒙眼的时候 在他酒杯里掺了点药粉 他微微抬起手 一个面容丑陋 身体肥胖的男人突然跑来 他色眯眯地扫尸着柳如嫣 将那杯酒含在嘴里 嘴对嘴开始接吻 柳如嫣露出迷离的表情 将那些酒全部咽了下去 下一秒 他直接栽倒在地 晕死过去 肥胖男人哈哈大笑 将柳如嫣扛在肩上 乐呵呵地离开了 而我只是冷眼看着这一幕 丝毫没有救助的想法 或者说 这就是我所期待的 柳如嫣应得的报应 伊藤成将视线转到了杨仙仙身上 他从喝完那杯酒后 银白的皮肤泛着粉嫩 身体不适地蹭着沙发 伊藤成眼神灰暗 伸出手触碰他时 却被我抓住了胳膊 刚刚发生的事情 我全都看见了 伊藤成脊背绷紧 眼底灰暗不明 试探道 你想怎么样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如果被柳家知道 你还能活着吗 你想给他报仇 伊藤成喉咙发出一阵阴森可怖的笑 声音癫狂而愉悦 哈哈哈哈 晚了 他毁了我 我要让他好好感受一下我的痛苦 是吗 我哼笑一声 拎起酒瓶 往他脑壳猛地砸下 玻璃瓶碎裂一地 伊藤成的脑袋 顿时鲜血如柱 混杂着酒水 从他头顶滴答流下 伊藤成猛地站起身 亮呛了几下 整个人栽倒 躺在在玻璃碎片上 酒吧的人群寂静一瞬 下一秒接着嗨了起来 经理急匆匆地跑来 深深叹了口气 转头看向服务员 知道该干什么吧 110和120都打了 我连忙跟他说了声谢谢 二人惊恶不已 用怪异的目光看着我 直到救护车到来后 伊藤成悠悠转醒 我抱着杨仙仙 不小心踩到了伊藤成的身体 他闷哼一声 卡了一口血 又晕了过去 这是我学妹 他中了那种药 医护人员顿时皱起眉头 连忙将人接了过去 几个警察也刚好赶到 知道我是闹事的人后 严肃道 他跟你有什么过节 我哭得眼睛都肿了 哽咽道 我女朋友被人下药后失踪了 我不知道他在哪 警察皱起眉头 忙问 谁下的药 我指了指地上的伊藤成 隐远着怒意 奄奄看他可怜 让他做了贴身助理 没想到他居然是条毒蛇 警察先让救护车 把伊藤成带走了 然后派了几个人 去寻找柳如燕的踪戒 柳如燕的家人 得知女儿失踪后 神色慌张地赶来警局 都怪我 是我没有保护好奄奄 我直接跪在了他们脚边 悲戚地哭喊着 叔叔阿姨 是我没有保护好奄奄 你们打我吧 柳夫刘母脸上的怒火 顿时消散了大半 柳母落着泪 一把将我扶起 阿姨知道你尽力了 柳夫目露疲态 跟着点了点头 如果不是你 发现了这件事 恐怕奄奄他 我抹了把眼泪 低垂下头颅 浑身颤抖起来 柳家 交保释出来后 我去医院找到了杨仙仙的病房 他似乎睡得很香 两颊粉嫩而泛红 唇瓣微微张着 看起来娇喊可爱 我放下了心 起身离开时 手指突然被人抓住了 杨仙仙眨眨巴着眼 突然紧紧抱住了我的腰身 用脸哼哼唧唧地蹭着 我一把将他扯开 把他按回床上 恶狠狠到 睡觉 我不睡 睡了 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他一边哭 一边抱着我的胳膊撒酒疯 实在气不过 竟然一口咬了上去 我吃痛得拧起眉头 狗崽子 杨仙仙抱着我胳膊上啃咬 死活不肯放嘴 我跟他斗智斗勇了半天 满头大汗地把胳膊抽出来后 留下的齿印已经红肿破溃了 胳膊扯出来就拽我裤子 裤子差点被他扯下来 我简直被他搞崩溃了 放手啊 裤子要掉了 祖宗 我不走 我不走总行了吧 他傻乎乎地笑着 扯着我的裤子不放手 可我根本不能 跟一个喝醉的人正常交流 突然 一个中年男人走进病房 他的模样与杨仙仙有几分相似 我激动地看着他 说 救救我 最终 在二人的配合下 终于把杨仙仙给制服了 留在这里的时间越长 越容易引起柳如烟旗家人的怀疑 我根本不可能一直陪着杨仙仙 人走的代价是 再次牺牲一件外套 似乎是 有了安心的东西 杨仙仙抱着我的外套 很快就睡不去了 你就是几搏打吧 你和我女儿之间 我连忙打断了她的话 解释到 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真的 随缘吧 我离开医院后 立马就接到了柳如烟父母打来的电话 柳如烟找到了 但已经晚了 当柳如烟被救回来时 眼神空洞而麻木 整个人蜷缩在一起 谁都不理 但凡靠近她的是男人 柳如烟就会露出惊恐的表情 喉咙发出凄厉的尖叫 只有我在她身边的时候 她才会安静起来 她对我哭道 几搏答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我笑而不语 认真拿着水果刀 将苹果的皮削下来 将它们切成块状后 你说你会不会怀孕啊 然后生下他们的孩子 燕燕 义腾成对你真残忍 她居然恨你到这个地步 柳如烟瞳孔一缩 眼底顿时迸发滔天恨意 我不会放过她的 我绝对要杀了她 她整个人变得疯疯癫癫 拼命撕舍着手脚上的锁链 那是为了防止柳如烟自残而锁上的 这些天 我是不是回来医院刺激一下柳如烟 她的精神状态 也越来越差了 义腾成被带到审讯室后 立马把矛头抛向我 她眼睁睁看着柳如烟被人拐走 当时是能救下来的 可她什么都没做 我当然是露出四分怒火 三分悲气 两分痛苦的面容扇形图 那就查一查摄像头吧 用证据来证明我是无辜的 酒吧经理却罢笑着说 摄像头老旧了 新买的还没到货 所以 义腾成想要对柳如烟动手 而柳如烟则想要毁了杨仙倩 二人同时想到了这家不正规的酒吧 鱼龙混杂 男人带女人走那更是常见的事情 所以 义腾成说出口的话 就是在狡辩 柳家在当地家大业大 由于柳如烟哭闹着要见他 没有选择让义腾成坐牢 于是将义腾成的手脚筋挑断 把他丢给柳如烟去玩了 二人互相折磨期间 我连忙把杨仙倩塞进了时事企业 杨家人也得到了相应的庇佣 石先生说到做到 而杨仙仙也没有让他失望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时隔多月 系统再次出现了 随时回到原本的世界 至于柳如烟 他在本次任务中 不但没有帮助女主 反而差点害女主身陷淋雨 柳如烟任务失败 系统没有丝毫留情 直接抹杀了柳如烟 第二日 柳家哀嚎生一片 我假惺惺的前去吊咽 我在询问 怎么处置一腾成时 柳父悲痛地拍了拍我的肩 奄奄死了之后 一腾成伤心过度 居然也跟着去了 深层寒意 我女儿死了 她就是个殉葬品 生在一起死在一起 是个不错的HE结局 离开前 我约了杨仙仙见面 阿达 她像只兔子一样窜了出来 双手双脚缠在了我身上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实在是我跟她斗智斗勇下 一再妥协产生的结果 杨仙仙 我要走了 她疑惑地看着我 去了 我和你一起啊 我摇了摇头 我给不了你任何承诺 你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杨仙仙眼睛红红地 嘴一扁 我连忙捂住了她的嘴 我希望你能幸福 快乐 健康地活下去 这是我最后的道别 再见了 再也不见 不顾身后女孩的哭泣 我踏着步子 走向茫茫人海 永远消失了 番外 睡意朦胧间 房间里传来嘻嘻嘟嘟的声音 香甜的气味突然袭来 温热地触感紧贴我的唇上 我猛地睁开眼 杨仙仙趴在我身上 甜甜地冲我笑 懒虫起床了 奶奶给我们做了早餐 来吃饭吧 我掀开窗帘 发现还是在任务中的事件 只不过 奶奶也出现在了这里 系统空灵的声音 在我脑海中响起 你唯一的念想是奶奶 但你又舍不得杨仙仙 所以我把奶奶带过来了 感动吧 不用谢 说完 她彻底消失了 我跟着杨仙仙下了楼 她的父母和哥哥也在这里 和奶奶相谈甚欢 打打 醒了 奶奶温柔而慈祥地看着我 一声呼唤 让我瞬间落下眼泪 全闻完